今天教你一個魔術 可以測試出你的幸運指數有多高 真的假的 看看 來 我們先用八張牌 可以嗎 然後我們還可以隨意的去洗牌 保證我們的牌很亂 然後你挑一張你喜歡的牌 隨便挑嗎 隨便挑 黑桃石 黑桃石對不對 好 這是你自己挑的牌 你挑的牌 你會發現 現在我手上面的這些牌呢 全部都是藍色的對不對 全部都是藍色 但是剛剛好 你選的這張牌呢 它居然會是一張紅色 欸 這 這怎麼了 看來你運氣真的是很好 時間很寶貴 點贊就當學會 這個魔術每個人的運氣都可以這麼好 首先我們要準備八張牌 而這八張牌的秘密在於什麼呢 它背後其實是有四張藍色還有四張紅色 然後一個顏色 間隔著一個顏色這樣去進行一個牌序 牌序好之後 我們可以讓我們觀眾隨便去抽一張牌 甚至我們可以洗一洗牌 上下洗牌讓牌是不會洗亂的 OK 讓我們的觀眾 比如說要挑一張Ace 把Ace放下去之後 剩下左手邊這些牌 那要全部放到頂部 就完成了這個步驟 而下面我們要去展示這個牌背 首先我們就是推一張出來 兩份牌同時反過來展示 它背後都是藍色的 放一張下去的同時 左手要再撥一張下來 再推一張牌出來 把這個動作不斷的去做一個重複 就可以了 你看展示完之後全部都是藍色的 把最後放下去 最後一張我們也可以展示 是藍色的 沒有任何的問題 把所有的牌反過來 你看 剛剛我們挑的所有的牌呢 都是看到所有的牌都是藍色對不對 只有你最特別的這一張 它背後是紅色 沒錯 你的運氣就是可以如此 最好 學會記得要告訴我